HELLO 大家晚上好 耶~~非常開心又到了禮拜十晚上的八點鐘 各位新金融朋友們趕快進來say HELLO 打聲招呼吧 我是塔可兒 非常開心在今天的晚上又與大家見面了 各位現在所在位置是在我們的歐亞性格服務中心 是的讓我們先來看看在我們的直播間 有哪些朋友已經敢投降 來到我們前幾位的好朋友 HELLO 讓我看到你們的文字 say hello 一下好嗎 讓我看看一下 等囉 讓我看看進來的朋友 先打聲招呼 讓我看看在哪邊 然後也請大家進來以後也幫我先分享一下 並且幫我點點愛心按個讚 讓我知道你們的存在 現在有沒有發現 插口兒講的不太一樣了 哈哈哈 有發現嗎 有發現今天好像跟平常化妝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進來的朋友也先幫我分享一下囉 那等待大家進來的時間呢 先要看到大家的say hello一下 先看到大家的say hello 好 給我一點時間 這是要保持沉默 因為你們知道嗎 一邊要分享 然後一邊呢 又要那個 大家跟你們say hello 然後看個鏡頭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對的是 現在已經分享完畢了 那也請大家來幫我分享到你們的個人臉說 以及可以幫我分享到各大社團 感謝大家 今天很棒 沒有下雨 因為每一次呢 我發現在每週四的時候 超容易下雨的 不過今天呢 我是有遇到一些些的雨 不過很快的大概過十分鐘就雨停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算蠻幸運的 Hello 近海 Hello 還有我們的俊弘 是我們線上的朋友呢 趕快幫我們先分享一下 好 那不論是我們新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所有始終的好朋友 是還有我們所有的愛哥的好朋友們 非常開心在今天的晚上又與大家見面了 那麼現在呢 請大家就先幫我分享 然後分享完畢以後呢 幫我直接打一個 與分享讓我知道一下好嗎 是的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們歐亞新歌服務中心呢 要為大家來介紹了有關 就是我們性歌的保健品 以及防疫中心 然後非常開心大家都可以拿到 我們這個是RPC的商城 是的 那我們這邊呢 也會來提供有關像是 歐洲的民歌協同 然後讓大家來認識 我們歐洲的性歌 然後促進呢 無論是現在在看直播的朋友 或者呢 是在歐亞地區的這個歌友 來做個交友時間 就是交流 讓大家知道呢 無論是在各地 只要透過網路 就可以有更有效率的來做了解 哈囉 你好 晚上好 憲凱 還有我們的 Steven 是的 還有我們線上的朋友 如果進來的話呢 就幫我先分享一下下囉 然後幫我打影片下 讓我知道你們到 因為我怕你們太害羞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你們大家都來了 是的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也要跟大家介紹呢 我們本節目呢 是由賽哥大亨唯一的贊助 我們的歌友的交流節目 所以也是非常感謝 那也希望呢 將這個節目可以傳達給大家 因此希望各位 就幫我分享此直播接 無論現在你的個人動態 或者是在社團 通通都可以囉 那另外 也要跟大家說了 好消息 也就是在我們的RPC 我們的商城 現在蝦皮也有囉 就是蝦皮商城呢 一樣有資源 像是全家的貨到付款 滿家還能免運 並且呢 歌友也可以多多利用 像是蝦皮的商城 來購買我們的金牌保健品 那麼呢 也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一起來參加我們的直播 因為其實直播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也就是8點到9點 只要短短的一個小時 那麼在這一個小時裡面呢 包含待會兒我們會有一個 咕咕QA有獎真達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互動時間 這時候我要來看一下手機了 好不好 各位有沒有來幫我留言的 哈哈 有過來互動一下的 是 因為要多多留言 因為剛剛講說 我們會有一個咕咕的 有獎捐答 那為什麼叫咕咕呢 不是什麼金針咕啊 杏鮑咕啊 還是什麼咕 那是因為呢 鴿子我們就聲音嘛 就想著它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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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所以呢 我們就叫做咕咕QMA 有獎捐答時間 是的 好 那如果呢 想要雷琴一下我們咕咕的QMA 抽獎資格的話呢 就是一定要請幫我分享 此次不接 好 接下來呢 會有問題要來問話講 是的 所以各位 椅子坐熱 手指頭要點起來 然後等一下除了幫我分享以外 分座老師呢 就會幫我回答問題囉 好 那另外 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就是在我們的贊助商 是我們的賽哥大黑 現在他們也有粉絲專頁了 那麼這粉絲專頁呢 也在我們的右下角QR Code的地方 那各位呢 可以用QR Code 或者是直接用搜尋的方式 將我們的賽哥大黑 讓他們點個讚 也謝謝大家 是的 那這麼一來呢 各位就不會錯過 有關的 鴿子相關的 任何你們想了解的資訊 都會在裡頭 那其實更重要的是 在我們的賽哥大黑呢 他是一個主要會分享 鴿子的奇聞意識的粉絲專頁 所以在每一天都會更新一篇 50名歌故事系列 那裡面呢 也會分享一些有關鴿子 養鴿的趣事啊 或者有趣的事情 要與大家多多來做個交流 那也請大家呢 一定要一起搶先看 也就是除了按讚以外 那他下面會有三個點點 你就點了一下 然後把它追蹤中 改成搶先看 這麼一來就不會錯過 任何的資訊囉 好 那各位知道今天 好險沒有下雨對不對 謝謝大家有幫我分享啊 有分享的話 幫我打一個影片分享 那各位知道現在就是 正熱夏天 一眨眼已經來到了什麼時候 六月了 那時候我還想說奇怪啊 我經過了一些 學校 怎麼都在拍畢業照 然後我想說 畢業照現在拍會不會太早了 然後他一轉眼想 對耶 我畢業季呢 都是在六月可能十五號啊 二十號這一周 沒錯 很快的 當越來越熱的時候 畢業季也到了 雖然可能畢業離我們很久了 對不對 那但是要講的是 越來越熱 夏天到了 就像是昨天 台北的高溫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就是 會去感受一下 現在的溫度 昨天呢 台北高溫飆到了 攝氏 35-36度的高溫 那這時候呢 就是常遇到 會有一家熱情過的問題 那其實你們就想喔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是 當氣溫飆高到35-36度的時候 其實體溫 體感溫度是會更高的 怎麼說 因為現在手機不是都會有APP 告訴你天氣嗎 那因為有夠熱 然後我現在出門的時候 就想說 我要知道今天天氣如何 會不會下雨 於是 現在APP裡面呢 就會告訴你今天的溫度 重點是 我看到體感溫度的時候 我完全嚇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但我看到的時候是 44度 太誇張了 是 所以呢 常見的問題就是熱緊迫 那熱緊迫呢 它主要就是讓我們自己的 這個抵抗力啊 可能會下降 然後會產生可能有一些 疾病啊 就會 跑到我們身上去 就會有侵蝕等問題 那當然我們就是要來做 預防跟治療的部分 那 哥友們一定對於這個哥子瑜想說 欸對耶 因為它也是個生命啊 它是不是 也可以對於這個粉鳥中暑 也會有一些辦法 你對策 來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咯 以及方法 也就是可以來使用我們的 金牌銀翹傘 以及呢 是我們金牌的石聖扇 那這都是我們金牌保健品裡面 那它主要的功能呢 是可以促進消化 以及能夠促進它的這個吸收消化 跟降低這個熱緊迫 所以就算是天氣 剛剛我們說的高溫35度 36度 或者是剛剛說的 氣感溫度來到了44度 如果您家的愛哥 您的性格 要如何做到保健呢 沒錯 就要告訴大家的好方法 在我們的金牌保健品 這兩項 一個是銀翹傘 以及石神傘 可以幫你促進這個消化這個吸收 以及呢 讓您的性格可以降低這個熱緊迫的問題 所以那我們現在呢 一樣要提提大家在幫我 看到你們有沒有來到我們的線上 哈囉哈囉美仙可以幫我分享 大家晚上好 如果還沒有發展 哈囉Royce 如果呢各位還沒有分享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幫我多多的分享一下咯 好那剛剛呢我們在講呢 就是主要就是要提大家 就要記得分享時間 接下來我們要進到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新聞時刻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跟我們一起來關心新聞呢 好首先我們的新聞呢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的氣溫 畢竟嘛我們都知道很熱很熱 畢竟現在是夏天 但我們也要知道有沒有下雨 然後還有空氣品質 以及呢就是風 風大不大好不好 因為畢竟現在可能這個禮拜開始 大家可能都可以開始去計畫旅遊啊 或者是出外走走 因為畢竟已經悶了一段時間悶壞了 各位這幾天或這個禮拜有沒有什麼計畫 因為包含好像大甲媽祖今天也是已經開始了吧 我記得 所以如果各位有什麼行程的話 一定要來聽到這一段 我們的新聞報導 謝謝之中的分享 那其實要跟大家講到呢 就是其實在昨天啊 10號的時候 在太平洋它的高壓已經增強 然後方面呢是向北遠離了 但是呢大多的天氣都是多雲到勤 算是不錯 可是呢在高溫地區的話 就大概是35、36度 就真的很高溫 那南部的山區呢 會有局部的午後雷陣雨 其實這是現在這個季節蠻常會出現的啦 那麼對於今天11號的時候呢 中部以北的雲量是偏多 那另外呢要跟大家提到說 今天的部分在白天高溫 一樣的高溫是落在35到35度 你們看不管什麼樣提都是30幾度 那其中呢在我們的花東重湖呢 以及中南部近山區呢 氣溫可是更高 那部分這件很重要了 因為一百遮三首的紫外線來了 紫外線呢它的指數呢 易達過量甚至是危險級的 所以如果要外出活動的朋友 一定千千萬萬要注意 防曬措施要做好 就算你不怕曬黑 你要為了你的肌膚腳響 因為這紫外線已經說了 恐怕會到危險級 那這麼一來呢可能就是 皮膚其實你不要說不怕曬黑 怕的是皮膚會受傷 這樣也是不好的 對那還有要多補充水分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謝謝明慧 謝謝你們的分享 大家都非常害羞 沒關係 不然你們繼續聽我的聲音好了 都還沒有分享 或者是如果有分享 還沒有幫我打一分享的朋友 記得要幫我打個一分享 讓我們知道一下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還會有一個有獎檢打的時間 是GoGo Q&A 好 那麼剛剛提到的就是有關氣候的溫度 那另外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有關能見度的部分 在金門馬祖呢 亦有局部的霧以及呢 低雲的影響能見度 所以在清晨或是深夜的機率 會來的更高 那如果呢 你們會搭乘像是 往返剛說的金門馬祖啊 的航班 就要多多注意像這個資訊 當然你們會覺得說 如果機場會開 然後飛機會飛就沒問題 但是也要可以挑時間 因為有些人也是會擔心 什麼亂流啊等等的問題嘛 好那另外呢 在空氣品質的部分 在我們11號呢 也就是今天環境的風場為偏南風 那螢光面呢 的擴散條件良好 空氣品質是較佳 那午後受光化的作用影響 在北部近山區呢 要注意留意這個臭氧濃度會上升喔 所以在這個北部呢 空屏區有短時間 他們的空氣品質算是普通的等級 那麼在竹苗還有中部 雲江南高屏還有宜蘭花東的空氣品質 一定在馬祖金門澎湖都是良好的等級 這點所以大家可以比較放心一點點囉 好那麼再來就是下雨 因為有沒有下雨 它都在雨季 這件事情很重要 雖然現在因為是正直夏天啦 像我自己都還是會帶傘 因為它也是一把陽傘 很需要防曬這樣子 那麼在明天的部分 在台灣的東部以及東南部地區呢 以及恆春半島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以及雷雨 那麼其他地區呢像是有澎湖金門馬祖 或是多雲道青 那麼午後呢一樣是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那東南部還有恆春半島在午後各地山區呢 會有局部的大雨發生的機率囉 那另外在明天的南部地區呢 有局部是37度以上的高溫 所以明天南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曬 還有多補充水分不要那個有中暑了 因為這樣真的蠻危險 那另外呢在今明兩天的金門馬祖呢 是亦有低雲局部的霧會影響這個能見度 然後在東半部呢 像藍日啊綠島啊還有恆春半島 西南部沿海地區呢 可能會有長浪發生的機率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 你們知道嗎 明天我剛好會去台東 然後我剛剛聽到說什麼 明天台東會有這個短暫震雨或雷 有點擔心 因為畢竟我明天就是台北來回台東 然後車程呢就可能要8個 來回可能要8小時 不知道10個小時 我該不知道台東就看到下雨吧 對我是有點擔心這樣子 謝謝謝謝大家分享 那如果還沒分享的朋友 再幫我繼續分享下去囉 好那麼接下來要跟大家提到的是這個 海上強風特報 那麼在海上的強風特報呢 是要講到像 在我們的台灣北部的海面平均風力呢 是可達6級 最大震風呢是8級 那船隻的部分就要多多的注意 那明天的部分呢 是從清晨起到晚上的台灣東北部海面 以及台灣東南部的海面 平均風力呢 大概增強是6級 最大震風會到8級的部分 那另外在上午起呢 台灣海峽南部平均風力呢 將再增強到6至7級 那雷雨呢 最大震風呢是10級 所以船隻也要特別的注意咯 那另外呢 在南沙島海面平均風力呢 是可達6級 那雷雨最大的震風是到9級 那在巴斯特海峽平均的風力呢 是增強至6到7級 那雷震雨呢 最大震風是10級 那船隻其實都是要多多注意 那另外呢 在我們的南海平均風力呢 增強是6到7級 雷雨最大是會到10級 那另外在封面的影響 所以呢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東海就會有明顯的這個封面的做變化 那另外要提到的是明天 就在下午呢 下午起呢 在花鳥山海面呢 平均的震風是增強到6到7級 那雷雨 雷雨區呢 最大震風是10級 所以呢 明天就要多多的注意 不過呢 在這個明天呢 東海南部呢 平均風力是會稍微減落的 好 剛剛以上呢 主要講的就是有關是 天氣的部分 那如果很多人說 但是我幾乎都在家裡 我不用管他 外面的天氣 那接下來就要讓各位來知道 在我們這一則新聞呢 是最早的姓哥 這個姓哥 歌禁賽 歌禁的祥運動 是由比利時歌友在19世紀早期發起的 這一點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啦 不過這邊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在19世紀就已經發起了喔 那其實呢 早在這個歌子呢 自古 遠古的時候呢 就非卑微的仆人 也就是 其實鴿子 他的 能夠擁有鴿子 大多 在以前來講的話 可能都是一些在 是國王或是王子啊 或會族他們擁有的特權 就是有是他們的地位才有可能會有養鴿子這樣子 那也把它變成是一個信息 然後可以傳達任何的任務 那後來呢 慢慢的慢慢的 他就變成還有其他的功能 那其實呢 相傳是在羅馬共和國時期的這個凱撒大帝 在征服高如期間呢 他就重複了利用這個信鴿的優勢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羽毛伴侶呢 曾經也是所有通信網路中最大的通信工具 也就是信鴿這樣子 那其實在起源是公元的前100多年的羅馬帝國時期 也就是19世紀 那這個19世紀呢 其實鴿子他最早的時候也是拿來說 當作是史上最古老被馴服的鳥類 因為其實各位知道鳥類有分很多 例如我可能比較知道的鳥類 除了鴿子以外 我還知道什麼 麻雀 烏鴉 然後還有其他的 我聽過藍雀 然後或其他的鳥這樣子 但其實最早最早 能夠被馴服的鳥類就是鴿子了 那其實他主要呢 他可以被馴服的原因是因為在歷史上 這個性格主要他是用語像是軍隊 那直到像現在呢 一樣會有一些性格還是在這個服役的 那現在的這個現代我們的性格競響啊 他的起源就是剛剛我們說的在19世紀嘛 而且是在比利時 那至今呢還是有些許不同 因為在每項的同一個起跑線 他可是有千萬的終點線的賽事活動 所以在這全世界都如火如荼的進行起來 所以各位有聽過就是性格的比賽嗎 應該大家都有聽過吧 如果現在還在線上的朋友 有在收聽的朋友應該都有 因為如果自己有養鴿子了 謝謝謝謝我們的廖大 對應該都有聽過 因為以前比較常聽到說 喔性格就是幫忙送信啊 然後可能有什麼東西要傳送的啊 但是現在應該大家都有聽過就是 有關這個性格的競響 也就是鴿子的競賽 飛翔比賽這樣子 那正常來說呢 異語的鴿子在六個月的時候 他就能夠可以去那個真賽場 等於他六個月的時候他就可以去比賽 那在這個賽事的生涯呢 他們大概可以長達大概是十一年 也就是可能有十年 所以你看六個月十年 所以他大概就是十歲左右 可是在現實中呢 這個狀況還沒有那麼常見 就是讓他飛行十年的比賽啦 那一般成名的賽哥呢 他們的黃金效期 是不超過三年 為什麼說不超過三年 因為如果各位有先去追蹤過我們的這個賽哥大 和粉絲專頁 因為我們都有在播每一天 就是有我們這個歐洲的民歌故事嘛 你會發現在每一個故事裡面的民歌 你會發現他的三年內或幾年內 他的成績都非常優異 但是他每一年他的比賽 不是只有一次他可能好幾次 對因為他不像是 所以我們在一般我們運動的時候 可能說奧運啊就四年一次啊 或者是學校的這個考試啊 一年就是三次啊 一學期兩次這樣子的 期中考期末考這樣子 所以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的黃金期 他是不超過三年的原因在這邊 那最重要是因為呢 在每一年的比賽 他可能因為環境的惡劣 或者是天氣的關係 所以造成性格 他會有這個懸傷 所以為什麼說黃金期就只有在三年 其實真的是不長啊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飛到的是空中 這不是我們自己做的人工賽道 所以沒有辦法去讓他說 他就可以很安逸的一直去做這樣子的運動啊 然後讓他順利的飛行 謝謝 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提到說 其實在早期用歌的時候 通常會在歌詞的羽毛上面刷不同的油漆 那為什麼會刷不同的油漆 主要是因為要來標記這個參賽的性格 就是來做一個標誌 那直到參賽的性格呢 也會帶有這個獨特的標示 像是橡膠圈 就可以知道說這是誰家的性格 要不然其實你不要說歌詞啊 你說人齁有時候也很難分辨 因為我們就是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一個嘴巴兩個耳朵 所以要怎麼分辨呢 那就是可能像剛剛我們說性格 後來是用油漆 然後有特別的這個橡膠圈來做辨識 然後可以綁在他的尿的他的腿上這樣子 然後配往地點 就比賽的地點呢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做折返 那其實在這樣講的話 一定會想說 原來都可以分歌詞的競賽 他的時間 以及計算他的速度嘛 那之前這樣的方式啊 其實是蠻耗時的 因為就是我們不確定歌詞 他會先飛去哪裡再飛回來 然後知道冠軍的產生者就怎麼來 但是到了現在呢 我們就是有做到就是 因為應該說時代的進步 所以漸漸有發展出 就是用電子式的 電子定時的系統 當這個電子定時系統呢 只要需要性格 他就只要帶一個微小的這個 RFID的晶片扇子 所以當你的這個按鈕回到家的時候 他就開始會知道說 時間已經已經截止了 知道他當時飛出去 跟飛回來他的時間 所以已經解決 之前我們會覺得說 欸對耶如果沒有這些方式 那我們怎麼知道 他過幾天才回來啊 要等多久啊 或者是家裡沒人怎麼辦啊 等等問題 所以那這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就是科技的進步 那也會讓我們這個賽哥計時 變得可以更公正啊 更透明化 所以願大家都能夠在這一項呢 是同一個起跑線 有千萬個終點線 那賽事中呢 都可以拿到最好最佳的成績 好那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在我們這個最早的 性格 性香運動 剛剛說是在十九世紀 然後是在比利時的歌友 好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到的是 下一個新聞 為何悲歌傳輸 總是能夠平安送信件到達 那其實歌詞裡面呢 它是有內建的這個導航系統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因為你就想 對耶 真的這樣嗎 難道它跟我們的手機一樣 會有一個GPS嗎 其實應該講說 在我們1971年呢 在威廉的基頓呢 他就講說 有一種是持力會干擾性格的 研究中發現 若把這個持鐵貼在歌子的背上 那將這個歌群釋放到 日密布的天空時 發現 他們會搞不清楚這個方向 但是呢 天空晴朗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個狀況 那另外呢 其實也是換句話要說啦 他們體內可能就是 會有一個內建的指南針 所以他有辦法針測做 回家的路 那不過呢 這個在1997年的 國特的研究小組 則發現啊 鴿子飛越熟悉的領域時呢 反而會利用這個視力 就眼睛導航 就也看到 所以就像他身上好像有裝GPS的概念一樣 那麼在2004年呢 牛基大學的題目呢 題目基基佛德 他是教授 他是主導的 是動物行為學家 他們發現 鴿子會按照圖 就像他們可能會去認一些像地圖的方式 而去參考公路地圖去寄 所以還會說 為什麼他們會有一個 內建導航系統 那其實這些呢 也是每一位研究家所說的 那事實究竟如何呢 其實可能還是要問一下信哥才知道 在目前還不能完完全全來做事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無論是指南針啊 還是說他的眼睛啊 視力啊 或者是看到這個地圖啊 是不是就是我們所說的 那這一點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去做證實 好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來做證實的是什麼呢 能夠來做證實呢 就是現在的咕咕QMA抽獎時間 是 那要跟大家提到 就是如果想要參加我們咕咕QA 有獎真的的時候呢 首先要幫我第一個 就幫我分享現在的四字幕間 然後第二個呢 就幫我回答我們的咕咕QA的選項 是 那我們的選項呢 如果等一下您知道的話呢 就幫我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那明天我們也會將我們這個抽獎 會做公告 也在我們現在去看到的這個粉絲專頁 是 那現在來問問題囉 各位準備好嗎 首先呢 想要問大家 當今風靡世界的性格 我們的淨翔運動呢 是有比利時歌友在哪一個世紀發起的 其實還蠻早期的 請問是在哪一個世紀 請問是A17世紀 還是B18世紀 或者是C19世紀 請大家選擇 誒 好像那只差一點點一點點一點 17 18 19 究竟是第幾世紀呢 其實剛剛我們在哥哥看新聞的時候呢 就有特別提到咯 好不好 我們的性格淨翔運動 是在比利時歌友的哪一個世紀 所發起的A17世紀 B18世紀 C19世紀 我發現各位好像知道耶 我發現大家好好都知道耶 原來你們都有認真聽 不錯不錯 那如果有剛剛新見的朋友呢 一樣都可以繼續的來分享 並且回答我們現在的咕咕Q&A時間 好那這一次呢 如果有回答正確 並且幫我們分享直播間 然後另外呢 我們明天中午會抽獎 會抽出的是什麼 讓大家看一下 就在我手上的這一包 是我們的金牌挑戰 是的 這個會贈送給各位好不好 對 20克的 請大家 作答 那也提醒各位呢 在我右手邊呢 有我們賽哥大安的QRcode 請大家呢 一樣可以掃一下這個QRcode 好不好 因為這個QRcode呢 就讓大家可以更多了解 在我們這個歐洲性格50名歌故事系列 每天都有一篇新增 或大家做交流的話 在裡面是相當的方便喔 好那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下 這一包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這一包呢 金牌的保健食品裡面的鐵喉砂 它的效果呢 是可以這個提升性格的呼吸道的抗體 以及緩和流感緊迫好不好 你可以直接讓你的性格 就是在喝水的時候添加 或試料裡面添加 所以這是非常需要的 好那再請大家繼續的作答 好那今天還是要提醒各位呢 在夏天到啦 像昨天已經飆高溫 其實35 36度氣溫的升高呢 常見就是熱緊過嘛 那熱緊過呢 其實大家知道人 遇到熱緊過太熱的時候 別人會發現你沒做什麼事 就好了也好了 就說 這個怎麼了 你那是我最近身體不好嗎 不是 那是因為 本來在熱的時候 就有熱緊過問題 那抵抗力就會下降 那產生各個疾病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要如何做到這個預防呢 所以呢各位哥友們 你可以讓您的愛哥 對抗上分秒中暑這件事情 那就可以用我們的金牌保健品裡面的銀笑傘 以及石神散 是因為它能夠呢 促進消化吸收 以及降低熱緊過 對那另外還要再次提醒大家 看我們的RPC 現在已經有蝦皮雙城囉 那並且有支援全家的貨道部款 以及滿千免運費 所以各位哥友們都可以多多利用我們的金牌 利用我們的蝦皮來購買我們的金牌保健產品 那另外呢現在還有這個優惠了 這個優惠呢從即日起 只要購買金牌系列的保健品 滿千還能夠免運費囉 我剛剛有點驚訝 是因為我想說這個優惠現在還有囉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免運費的話 記得滿千在我們的蝦皮網站 還能夠免運費 那另外剛剛有說的QR Code 各位可以少一下 是在我們的賽哥大亨粉絲專頁 那也非常感謝是我們的唯一獨家戰術 那每一天呢我們都會分享 有關歌者奇聞意識的粉絲專頁 那包含呢像是每天一篇的50名歌故事系列 裡面呢會介紹一些如果你要養歌的一些資訊呢 跟有趣的內容 那也別忘了大家如果已經集中的話 要幫我們來搶先看 這麼一來才不會錯過任何的資訊囉 哈囉中原也到了 是那今天呢 好嗎要接下來進到一個也是重要時刻 因為剛剛我們有介紹就是 夏天到了擔心性格的熱情或問題嘛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為大家介紹我們的金牌保健品 那今天要介紹的金牌保健品呢 一共會有三項 那首先要先介紹的是我們的 肝膽鈴 各位有看到我們的包裝 那這個肝膽鈴呢 它主要是可以輸肝立膽 那就像是歌紙的顯金一樣 那它在整年度通通都可以使用 並且呢它在像是性格有發炎啊 或比賽時也可以使用喔 所以那它主要的成分呢 包含有這個玄身 還有這個黃蓮 還有石狐跟蛇蟹等多種的漢方植物 那裡面它主要功能就是抗發炎 以及呢可以紓解發炎 還有酥肝立膽 那它的成分呢 其實大家可以很放心 因為剛剛說了 只要在性格如果有發炎狀態 例如像是什麼 肝鹽啊 附膜鹽啊 淋巴腺鹽啊 統統可以使用 那並且在現在夏天很熱的時候嘛 熱擠或是仍然可以用它 還有性格如果遇到像是肝醬的腫大 或病變時 一樣的就是讓它使用沒有問題 那使用的辦法呢 是每天每公斤飼料裡面添加3到5公克就可以了 所以是跟隨著飼料添加就行 那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介紹一些成分嘛 那成分也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像是我們的石狐 那它呢是有一定的止痛退熱的作用 並且有兼具它的消化性 加強它的代謝效果 那另外呢 還有我們的這個玄身 它呢它是可以清熱涼血 然後知音解讀 促進這個血液循環 所以可以這個消除這個消炎的作用 那另外呢 有多種的皮膚菌啊 它一樣可以做到抑制的作用 還有黃臉呢 它有很大的抗菌的範圍 所以這點大家就是可以讓 如果真的你性格有需要 像是我們人在吃的 剪金的話呢 就可以像選擇是我們的 肝傘鈴 好那另外 還要再跟大家講到我們的 金牌保健瓶 今天要介紹三項嘛 還有第二項呢 是我們的鐵喉扇 那這個鐵喉扇呢 它就有點像是 鴿子的服帽熱瓶了 那它是可以 令陰節節 那主要的成分呢 它是有藍板根 金銀花 還有這個連鞘當歸 還有我們的這個紅藻等多種的漢方植物 那它的效果就是可以提高性格 它的呼吸道的抗體 以及緩和這個流感的緊迫 所以如果你有發現就是你的性格可能 看起來體力有點不支 然後好像生病的時候呢 就可以像使用這個 因為它是專門是用在感冒打噴氣的時候使用的 不過現在這個天氣 因為比較還好 因為最近的天氣就是都還是熱 不會忽冷忽熱 所以鴿子的狀況可能這個會比較少 那它的使用方式一樣很簡單 就是在每公斤的飼料裡面添加3到5克就可以了 那它一樣可以預防像是這個 我們可以像是緩解流感緊迫 或者是咳嗽中裂 然後通通都是可以使用 那只要記得就是在每一次的飼料裡面添加3到5克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要跟大家講說裡面到底它的 我們剛剛有介紹一些舉例的成分嘛 那來幫大家做個分析 那上次裡面的成分是有這個 這個版藍根呢它是在古典記載中呢 就指出它是可以這個清熱解毒的部分 那另外呢在我們的金銀花呢 自古呢就被說它是可以解毒的良藥 並且呢像是什麼流感啊 或是這個肺炎雙球菌啊 也都是可以做到的喔 好那第三個呢是石神扇 欸石神扇呢就要跟大家說它是像鴿子的益生菌一樣 那它是在整年度可以使用 以及發言比賽時呢也是適用的喔 那主要功能呢就是舒緩它的腹瀉的部分 那裡面呢包含也是有黃蓮還有黃鳳 還有殺人跟木香 那主要它是改善這個性格的消化機能 以及排便可以正常 其實原本我一直覺得說不是排便一般都會正常嗎 後來發現其實沒有喔 所以如果你有發現明明的鴿子啊它往上沒有什麼排便 這時候你不要開心太早說哇太好了不用清啊怎麼樣 你反而要擔心喔 那只要遇到性格它的消化有一些異常的時候 就要多加注意 那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用我們金牌保健品的十懸散 那一樣要用怎麼用呢 也就是在每天的每公斤飾料裡面 天價3到5克就可以了 那同時因為現在是夏天嘛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 如果在夏天性格如果有產生這種熱景或許呢 一樣可以配合銀翹散一起使用 那或者是要跟大家講說裡面的成分好了 因為我們成分剛好說黃蓮或黃鳳 它是屬於天然的抗生素 所以它能夠退這個消炎殺菌止痛和鎮定的部分 我來看一下中原 中原有話要說 它都下雨呼吸到病變就來了 所以呢鐵喉扇用下去就對了 是因為中原呢 他一樣都有在使用我們的金牌保健品 所以也非常感謝就是中原他之前有幫我們特別 就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他家的性格啊使用以後的效果 非常感謝那其實就是 因為剛剛我說夏天擔心的熱景庫 那如果遇到下雨的時候 因為大家所做的地方不太一樣啊 所以即使是像我們說北部最近是沒有什麼雨 因為偶爾可能就像我說我今天遇到下雨大概10分鐘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大雨的時候 就像我們說中原說可能這個吸收到的病變就會來了 就要特別注意 那剛剛也跟大家講說可以怎麼樣來使用啊 像我們今天介紹的金牌保健品的三項 大家就可以參考 所以剛剛我們說的第一個是 像是乾膽鈴就像是鴿子的神經 然後鐵喉扇就像是鴿子的鴿帽熱影 所以鴿子遇到打噴踢啊 或者是咳嗽的時候可以使用 然後或者是金牌的這個石神扇 就像鴿子的益生菌 如果遇到還有拉肚子啊 腹腺啊 或者是你覺得他都沒有排鞭的時候 就可以來使用囉 是的 那麼接著呢也要跟大家提到呢 我們現在有要來徵求歌店代理 那目前呢 在我們金牌系列在以下的歌店 也有來做販售 那包含呢是我們的陣風歌店 還有冠軍歌員 還有冠州賽跟用品跟天手歌員 那我們強調我們的金牌保健品呢 是不會傷歌 只是純天藍的中藥草本 那使用呢是採取台灣農委會 生產時刻嚴選的是GAP認證的漢方植物原料 那採ISO22000跟HFCCP國際食品認證生產流程 所以要讓大家提到一下 那另外也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在我們金牌草本產品的背後故事喔 我們是有CO2的超臨界萃取工藝 那我們是利用呢這個超臨界的CO2萃取的特性 來取得取代這個傳統的溶劑 那因為其實傳統的它可能對 如果來使用的話 對人體的健康是有害的 而萃取的時間也比較長 那可以輕鬆的輕易從這個原料萃取出所需 那它是高濃度的自然成分 所以萃取物呢是無溶劑殘留 跟這個產品呢是不會受到熱的破壞的 那這就是優點的部分啦 那一樣它可以達到呢這個成分是 達到成分 然後離極這個存化的目的 那主要就讓大家知道說 它是健康無害的產品 就是在我們金牌保健品 所以可以放心讓您的愛哥來使用 好那接著這個是有這個新聞報道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的性歌產業講究協同 重營養學的報導 要讓大家知道一下咯 那在我們的性歌產業講究學的營養學的專家呢 他講到說混軍協同動輒就千萬咯 那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我們性歌的淨祥運動歷史呢 其實是遠遠長流 它早在西元的220年就已經開始有了 220年開始 可能大家會想說有這麼早啊 沒錯 它是在比利時的時候 比利時歌由19世紀來早期發起的 那其實那時候呢 大家就是會訓練自己的愛哥嘛 然後來做這個比賽 那在過去的2個世紀裡呢 其實性歌的賽事從單純的愛好者 或者是小規模的文化 再演變成是價值數百萬人的專業賽事喔 因為這個呢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因為也許他們接觸性歌的時間不長 那如果現在有在意現象的朋友也可以講一下說 欸你們接觸這個性歌大概有多少的時間 例如有人可以說欸三年 甚至有人三個月 還是有人五年十年 在這裡呢也可以幫我先拿一下 我們來做個研究調查好了 就是現在大家也可以做個交流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在直播嘛 對因為我們剛剛說其實早在西元的220年就開始有了 對現在也可以跟大家聊聊的部分 那剛剛也提到說其實 如果現在我們的專業賽事 動輒是數百萬美元喔 那大家最重視這個性歌的 性歌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們重視的是血統喔 因為他們都會相信說 歌子呢他們會不會有做傳承 所以他的飛行能力啊或體型啊骨架啊眼睛啊 翅膀啊這都是會影響性歌的數值 所以在每一次他們可能在看性歌的時候 就會觀察到我們所說這些內容 然後可以來提高每一支民歌它的身價 那像是呢根據我們的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呢 是賽克風雲它就描住寫了 一支民歌的身價它是可達10萬美元 大概呢是300萬的台幣 有沒有聽錯一支鴿子可達300萬台幣 那300萬大家想 300萬可以做什麼 我來想像300萬 300萬可以買 買車啊 車買得到 然後應該也可以買一個套房 應該也有機會買到 好不好 但是呢現在他講的是一支民歌 他的身價就會到要300萬台幣 那不斷的全獎呢 在亞洲的市場也是促進這個性歌比賽 他的重要的推秀 那其實包含在中國啊或在台灣啊 這個兩哥也是非常的瞬息 那麼在2019年呢 中國有拍出史上最高身價的比利時明星性歌 那那一支呢叫做阿曼多 是以天降 剛剛我們已經聽到300萬 對不對 接下來是4400萬台幣成交 所以你看剛剛我們前面的標題就講到了 冠軍協同動輒千萬就在這裡了 是 誒剛剛有人回 啊我想要看一下大家就是在 在養鴿子有多久的時間要來交流說 那其實到了今天呢 在我們性歌的進享運動呢 跟其他的職業運動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我們是開始有注重上是 這個科學化的養殖飼養 然後還有這個營養學其實訓練方式 所以呢讓我們的性歌的成績 以及獎的藝人 一定要是可以大幅的提升 那另外呢 再講到就是這個賽事的部分啊 在我們台灣一年的賽格喔 的賽制有分在春夏東 一共是三季 因為本來一年是四季 它主要是這三季 那一季呢 加上資格賽是可高達6到10關 那雖然覺得說這個賽季好看起來 這短短只有一兩個月啊 但是在賽前的準備 就是四到八個月 就要開始進行這一連串的工作 所以我記得之前 我們在這邊播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每週四啊 晚上八年到九點嘛 我記得在我們那個線上的朋友 我們哥哥就有說 等一下我要再訓練哥是怎麼了 所以你們看他們是從平常就要開始 而不是說就只有在賽制比賽的那短短兩個月或一個月喔 好不好 就像是人家說 呃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就是這麼開始的 那當然呢 他們首先也是要挑選這個 歌子啊 來配對啊 或者是預眾啊 或出歌的部分 對 那還有呢 其實在歌友平常也要非常注意 就是歌子的寶劍 包含就要防止它像是寄生蟲啊 或剛剛說的下雨天擔心呼吸道的橄欖 或是那個預防針要施打部分 還有要調配飼料組成的攝取量 是那這些呢 都是要非常非常注意 雖然是一個賽制 無論是大還是小啦 就是在每一次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視囉 那另外呢 要跟大家講到就是說 因為剛剛已經知道說 哦原來一場比賽要花很長的時間來培養嘛 那現在就要來看這個營養寶劍 它的 它的競爭力 以及它所需要的重要性呢 那其實這一性歌講究 除了是協同 因為剛剛說就是 可能要用很高價去購買或拍到好了 但是呢 除了協同以外 我們常說如果有先天的不足 那我們就來看後天的努力 是的 那這個後天的努力呢 在我們台灣 性歌界居民的營養主達人 當然是神舟骨灰有限公司的執行長 就指出囉 歌有甚至願意花 願意購買這個人參啊 或是蜂蜜等高價的食物來餵養鴨子 以及保健品呢 現在也是漸漸的能夠針對像是呼吸道啊 或寄生蟲啊 或消化道 還有肝膽等多種的領域 來讓我們的性歌敲這些好的保健品 那其實為了就是讓他們在各類的競賽裡面呢 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不過剛剛我們說的 如果是一天的不足 可以讓他來補足 然後讓他呢 有更好的體力 來做這個進享的能力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 後天的營養保健決定在說 進享的能力 還有千萬性歌千萬獎金 那所以各位可以可想而知 在性歌的產業呢 可想而知現在一樣 持續在發展當中 是 然後當然在我們現在呢 在他的試育啊跟訓練啊 也是日積月累 一直在成長當中 好那剛剛我們講到的 都是我們有關性歌 他的價值 以及他的保健等等問題 那另外啊 其實要跟大家講到的是 我們的民歌故事館時間 好民歌故事館呢 我們今天要講到的是 我們的三十快車小姐 那當我看到他快車小姐的時候 我就想說 快車小姐 讓我想要快車肉乾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有非常有名在大台北地區 有一個叫快車肉乾的 好那當然這只是題外的話 如果現在大家應該吃飽的話 如果有時候吃個零食好不好 嘴慘的話 或者是現在看著起播 會想到說要吃什麼 排那個 可能嘴巴 就像我們吃完 鹹的要吃甜的概念一樣 好就可以讓我們想到的時候 剛剛的這個快車肉乾 不過我們現在要來介紹的是 我們的030的快車小姐 這個快車小姐呢 她是我們的路易市凡代客所向無敵家族歐洲發揮歌社的歐洲快車小姐派翠 那這個我們的快車小姐派翠呢 他在2003年的KBDB的中巨靈歌王 是全國的季軍 那當然呢 他後面還是有非常多的好吃 所以這邊就為大家來報告一下 那這個我們的2003年呢 他是獲得在亞金頓的9302語的全國冠軍 另外呢在2002年的這個亞金頓10765的全國亞軍 也是非常好的成績 那統計呢 這個三年期間 因為他的比賽 他也是拿到非常多的成績 也參加過很多比賽 那統計在三年間呢 國家賽呢 是入場有數十次喔 包含他是有六次的神賽的冠軍 那另外呢 他其實在之前在入場 2003年的KBDB的中巨靈歌王全國 季賽呢 的季軍史 他當時呢 以故歌界的名人 林雲達先生呢 他曾經有開價250萬的筆石法郎 等於是 這大概是人民幣60萬啊 然後來被要求說他要買他 但是當時是被拒絕的 那而事實呢 這與歌王的成績呢 已經是零下大門格 那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分尼卡呢 5000如果不是奧林匹克計算的方式 在每年一季呢 而分別是以2001與2002一屆 或2003與2004一屆來計算 那 那否則呢 在快車小姐與 2002跟2003這兩年的成績來計算的話呢 勢必一定是奧林匹克最偉大的中巨靈的冠軍 所以可說呢 其實應該講說這個快車小姐 他也算是一個冠軍 支撐的一位很厲害的格子 應該怎麼說 好那剛剛介紹的是我們的這個快車小姐 接著我們要來到下一位 我們的編號是林聖一 這是美好人生 其實當我看到美好人生的時候 我想說我對美好人生有印象耶 然後那時候想說怎麼會我對美好人生有印象 因為我們的五十名歌就是之前都會依序介紹嘛 那不可能重複介紹到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說 哦 這是有關他的爸爸跟媽媽 之前有介紹過 感覺我對他有印象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美好人生 他的環號呢 是RL08-2020-821 那這個做出者呢 是荷蘭比特的文斯特拉 母親呢是優秀的總母 是這個特殊輝 父親呢是達文希 聽到這裡大家有沒有覺得 如果之前都有跟到我們起播 就開始有印象了 對不對 好那再來我們的美好人生呢 曾獲得在2011年奧林匹克全能歌王荷蘭的冠軍 那另外呢在2010年呢 是西歐聯盟杯國際長距離歌王的冠軍 那以及在2010的荷蘭 WHZB的全國長距離的歌王冠軍等 都是非常好的成績 那另外呢在2012年的溫州歌友是我們的胡振宇 他以25.04的萬歐元 折合台幣是200多萬元 則拍下當時創的這個賽格拍賣史上最高的價格 好那另外呢要跟大家提到就是 來講到他的爸爸跟媽媽好了 那他的父親呢達文希 他是有兩次的國際跟全國歌王冠軍 在2011年呢是全國奧林匹克的歌王冠軍 那母親特殊輝呢他是兩次荷蘭的 WHZB的全國歌王冠軍 以及兩次的國際全國歌王冠軍 所以由此可見呢 難怪各位在選擇性格的時候 會很重視他的血統就在這裡 因為從這個美好人生 他的父親啊或母親啊 能夠你很沉下這麼棒的這個美好人生 所以當時就很多人在想說 欸這個性格他會很重視說 他的成長背景或他前面他的爸媽 能不能讓他一樣擁有好扯機 那可以說呢他是服務眾望啊 服務眾望才能拿到這麼好的身份 以及地位一次 好那我們接著要來看畫時間囉 各位 現在來到我們的鴿子畫作欣賞 那在這個鴿子畫作欣賞之前呢 因為每次都想說 欸我們呢做那個畫作啊畫家都非常厲害 於是我就跟小編說 欸小編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這個畫家是 是誰呢 他說喔一共有兩位 他說喔兩位 那分別呢是我們的 蔣兆和還有我們的 狂幻虎 好那我們先來介紹這兩位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有一位隱藏的 隱藏的畫家要給大家看 而且這位畫家就能來到現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想看到他好不好 有沒有想看到有一位畫家有來到現場 如果想的話你幫我打一個想 讓我知道一下 好不好如果想看到我們第三位隱藏畫家 金勇到現場的話 先幫我打一個想 好那現在先開放給大家打想好不好 那我先來介紹這兩位 首先要先介紹的是我們的 蔣兆和畫家 那他是1904年到1986年 那他出生的是1984年的5月9號 然後還剛說5月9號是金牛座喔 但是很重的 因為以前那個時候還不會去看星座吧 1904年 我也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那時候他們會不會看星座 不過我知道這個就是金牛座啦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他其實在16歲的時候 他就附上海以畫畫像呢 來從事這個廣告 服裝設計的行業 那他也會自己自修 他的樹苗啊 有畫跟雕作的部分 好那大家其實現在同步呢 又有看到他的畫作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好那另外呢 他在1943年呢 他也做了一個叫流明圖 那高是2米 長近20米 全圖呢是一百余個人的人物形象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也是把握像是現在的構思 以及水末的人物畫作的創作新程 那另外呢在我們的講兆和 他就長期都是來擔任像是美術教育的 因為畢竟他從16歲就開始有在重新嘛 那也曾經呢擔任過 各大的學校的校售 那他自立於呢是中國化的教學 那另外也改革 像是有做一些造型的基礎物畫 還有水文化的部分 那大家就可以稍微先看一下他的作品的部分 非常的多對不對 那另外他有出版像是有這個 講兆和的畫集 以及呢講兆和的畫權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來做搜尋的部分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看第二幅畫 好第二幅畫呢 這是我們的畫家 是我們的黃煥武 那他是1906年到1985年 他是廣東新惠人 那活動魚呢 主要是在上海的嶺南畫派名家 好那他主要呢 他是專門在精進今年這個是國畫 那也擅長像是這個山水人物 還有花卉以及魚蟲還有鳥獸等等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把水文化 也是畫得非常的精緻 栩栩如生啊也非常的動人 那如果呢要來形容的話 要怎麼樣來形容最恰當呢 就是可以用這個 行神兼具啊 具備還有生機盎然 清新秀麗 雅熟共賞 這16個字可以來形容 簡單形容的話就是16個字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先來看一下 他們這個裡面的有花鳥作品 還有這個歌畫的作品 可以來欣賞 好那我們現在來欣賞以後 我看看有沒有能想啊 有人想看我們的隱藏版的畫家嗎 今天有來到現場 只有一位想而已 我們可以收集收集一下 至少要三位三位想 如果三位想來看我們現場的畫家 今天有莉玲現場直播的話 可以幫我打一個想 有沒有三位的 要不然我們要繼續賣關子 就今天不出現 下次再出現 還是我應該以後在直播的時候 就前面就先講 然後這個畫就一直保留著 各位應該很久 除了有主播以外 還有其他人在現身了吧 有想嗎 有的我現在看到 有人也想了 人傑也想 所以我們再 有沒有第三位的 第三位的想 硬要 硬要大家那個 一定有愛想 好吧 那今天好了 因為好事成雙嘛 所以今天兩位 一樣的 我們就讓大家看到 我們第三位畫家 其實現在呢 也一直坐在現場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他的畫好了 他也畫過歌子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的歌子在哪裡 他還有簽名喔 好 那就請我們的小編秀上 他的歌畫給大家 那他的歌子畫呢 算是一個他自己的痔狀 好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有嗎 有這個歌畫 好的 這個歌畫各位看到 有沒有跟你們自己畫的很像呢 好啦 跟大家開個玩笑 其實那個畫就是我畫的 我的簽名非常易出 但我畫就是非常的抽象 為什麼這一段 因為今天呢就是 剛剛我們說的 就是在問小編秀 我們今天來的畫家 然後他就一共有兩位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還是你也想當個畫家 於是我就把我自己畫鴿子的樣子給他 然後後來他就說 這好像不像鴿子耶 這怎麼比較像鳥啊 我說我已經很認真話了 好嗎各位 好 那當然也許來 也許未來 我們也會做一個單元 就是說歡迎各位歌友們 畫您家的愛歌 您的性格 好不好 那就是今天呢就 他口了我自己 就牛刀手 試畫了一下 我也相信這個 出國一定不會得名 然後投票票選應該也都 我自己一票這樣子 很可愛 謝謝 謝謝人姐 對我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從小畫畫就是這樣 如果我畫人的話 我就一顆頭 然後一個身體是直線啦 左右 然後會有兩隻手 上面左右兩隻手腳 下兩隻腳這樣子 就完成 好 那真的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快樂的時光過得也非常快 是的 沒有帶歌環了 喔 因為沒有沒有 我說不用帶歌環 因為太好認了 不會有 不會有人跟他講的一樣的 應該就只有這支獨一無二的 好那也謝謝剛進來的志豪 好 今天非常的開心就是 我們今天在線上的交流 那如果呢 各位還沒有作答的話 也是最後的幾分鐘 ABC三個選項 然後我們的那個小編 就要趕快跳回這個畫面 ABC三個選項 讓大家再選一下 是 這三個選項呢 就再次讓大家來作答一下 請問呢 在當今 風靡世界的性格競賽的運動 有比利時歌有在哪一個世紀 早期哪一個世紀 發起的呢 A18 A17世紀 A 然後B18世紀 C19世紀 那明天中午呢 我們就會來做個抽獎 所以大家呢 如果還沒有分享的話 也別忘了繼續分享 這樣才有我們的抽獎之格囉 那在這邊呢 Taco也要跟大家說 下次見囉 感謝大家 晚安 掰掰